文艺复兴的 文艺复兴的 他的这样一个状况呢 他就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经验 他带来什么经验呢 有什么历史的作用呢 那么首先呢 他开创了什么 我们来谈谈他开创了什么 文艺复兴首先就开创了一个人的时代 他不是从解决物着入手的 而是解决人本身入手的 这个经验是很好的 就我们出现什么问题 你不要去从别的东西去想 你首先是把人弄好 所以文艺复兴的 这样一个历史定位非常准确 当时他们的一个想法 就是觉得人类不好了 人对事情没兴趣了 人的态度不积极了 人性弄坏了 所以文艺复兴定位的不是定位于物 而是定位于人 认为只要把人教育好 社会才能改变 所以这样一个经验呢 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那为了改变人性呢 所以他们搞那么多的教育 那么多的创作 创造出那么多优美的诗歌 那么多精美的艺术品 所以问题是解决人的问题 这个正好是印证了 中世纪的悲观主义 中世纪生产力很低 说上面也是个人的问题 中世纪没有政治秩序 说上面也是一个人才 不得其用的问题 中世纪那个教会里面 融络了大量的人才 但是人才却没有为社会服务 那么这就是人文主义 这要改变的情况 人文主义运动的新奇 代表着知识精英 他们的服务对象 不再是服务于教会 而是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社会中的老百姓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中世纪的一个落点 知识分子远离政治 社会中心的那个毛病 就得到了纠正 文艺复兴的私人艺术家 都是陆世的人 他们不仅是和老百姓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他们要成为老百姓的老师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他们是解决了中世纪的 一个文化的落点 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呢 文艺复兴运动呢 给那个欧洲呢 提供了一种新文化 而且这种新文化呢 具有一定的凝聚力 这就是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文化 没有凝聚力的问题 欧洲的中世纪文化 我们也可以说它有凝聚力的 我们经常说它是基督教文明 是基督教文化 但是呢 由于基督教会的世纪化 甚至去办企业啊 办民返厂啊 甚至有很多种 种种的教师的腐败问题啊 由于教会的世纪化 教会在人心目中的形象呢 它不足以成为一种文明的凝聚力量 那么取代那个东西又没有 正好产生了文艺复兴文化 所以文艺复兴文化呢 后来能够传播到如此之广 它是有原因的 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各个国家都盼望着出现一种新文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文艺复兴的文化 它是深入人心的 它是让人家都能够接受的 所以就出现一个文艺复兴文化的大传播 文艺复兴确实是从意大利开始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莎士比亚 他却是个英国人 我们还知道西班牙出过一个塞万提示 写过一个唐吉科特 是吧 我们还知道那个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是英国人 他写过乌托邦 我们还知道后来出现一个伊拉斯莫 他是荷兰人 但是他是一个淡丁的追随者 他是一个著名的后期的文文主义者 所以我们看到文艺复兴这个 开启的这种文化 不仅在意大利能够被人接受 而且在世界上能够进行文化 文化传播 所以当我们讲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意大利文艺复兴 我们用的名字叫做欧洲文艺复兴 欧洲文艺复兴这个东西一谈 就是说它是编成一种凝聚欧洲人的 这样一种精神的纽带 文化的凝聚力 所以它改变了欧洲没有文化凝聚力的 这样一个面貌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三点了 一点我们说它是什么 围绕着以人为中心 第二我们刚才说它是什么 说它解决了知识分子开始入室了 开始入室了 然后我们又说它解决了一个欧洲文化 没有凝聚力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新的文化的产生以后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有了三百年的连续发展 什么叫三百年呢 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可以从1350年开始 如果你算到淡丁你还得早一点 但是它一直延续到1650年 那么整整的三百年的文化运动 而且它基本上是成功的运动 它使得欧洲从一个贫困的落后的文化 是落后的这样一个欧洲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 它成为一个富强的欧洲 文艺复兴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成就 这就是文艺复兴呢 它出现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以后可以强细地谈 那么从那个这么一些文 仅仅从诗歌文化上来谈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文艺复兴运动呢 对于社会是产生具体的影响 那么刚才已经谈了三种影响 我们还可以谈下去 我们如果谈第四种影响呢 就是它给人进行了重新的定位 以前的人啊 对人有两个称呼 一个把它称为是什么 称为人是一种animal 我们经常有这种话 人是什么political animal social animal 就是不把人当人 但是文艺复兴以后呢 人就是人的地位提高了 不再把人称为animal 也不把人称为creature 这就是人是一种 不再把它称为人是一种动物 或者把人称为一种 人是一种上帝的再造物 人是独立的人 人是万物之灵 那么这样一人呢 就把中世纪关于人是最人的 这样一种东西呢 给改变了 那么为了塑造最优美的人呢 还出现了诗歌的恭送 艺术的造型 另一种影响 就是锻造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中世纪的人啊 是比较被动的 哪里有自己的意志啊 但是人文主义 努力塑造的人类形象 就是人是自由的 人有创造力的 人可以自己决定 自己命运的 人并且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的 这样一来无疑 就塑造了一个新人的形象 这也就是新生代的知识 精英想要做的事 叫做新的人的时代里面 人就是自己的主宰 那么人文主义这种研究呢 还提出了对人的知识的重新分类 以前的那个知识呢 是比较狭隘的 无非是宗教 法律 还有就医学 那么现在呢 对这种知识的分类呢 比过去要细多了 尤其是科学发展了 像那个达芬奇 他虽然是个画家 他也说 那个 应该科学地来做画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人文主义搞了一个教育运动 他们不仅自己画画 他们还要建立人的社会 来改善人的知识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所以他们要用教育的手段 来造就一大批有文化的人 所以他不是完全的 关起门来做学问的 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人的社会 要建立的是人 代表名义的政府 他们要搞教育 他们的教育呢 就是要把每个人的培养成 有文化的人 他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 唯有掌握了知识 才能够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呢 就不是继承的 而是创新的 他们就觉得做人 就是要把人的最美丽的 一部分展现出来 人类不能麻痹 人类不能那个悲哀 人类不能被动 所以要强调 人的主题 情的自觉 那么 至于那些艺术家和诗人呢 他们要过得那种生活呢 概括一下 大概就叫做诗性生存 什么叫诗性生存呢 就是做人 首先要有乐情 不是一般的乐情 而是诗人那样的乐情 另外呢 他们要向极限冲击 不是说每天可以懒惰 而是要把你的能量 生命的潜能 发挥到最大的限度 另外呢 你这种激情呢 还要有控制力 既追求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 也要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得体 总之呢 这样一种精神 这样一种对人的定位 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 新人的标准 那么这样一种新人的标准呢 以前是没有人这么提过的 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呢 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什么 文艺佛星起于诗 但它的意义不仅限于诗 它是一个由诗 炸开一个新文化运动的 这么一个时代 所以一些诗人 一些艺术家 他们用诗 点燃了 开启了一扇门 这扇门呢 就叫文艺复兴 所以呢 我们历史学呢 经常把那个诗文艺复兴呢 当做近代欧洲的开端 我们都知道在中世纪呢 它那个政治 欧洲的政治类型呢 主要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呢 它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 它是领主附庸制啊 它是那个庄园制度 农路制度 贵族制度 那么这么一些东西呢 形成了一个中世纪的 分散格据的 中央国家主权被分割的 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那么到了近代社会呢 它在政治上 当然就有一种转变了 那么近代社会的政治转变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就是 政府呢多少代替了一些 代表了一些民意 也就是民权呢 逐渐抬头 那么这是一个近代化 也就是民主国家呢 渐渐的兴起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它的那种 政府呢 和人民呢 结成一种叫做 政府和成民的关系 那么社会里面 等级呢 明显变小了 然后呢 政府呢 是国家的主权的拥有者 人民 不管你是贵族 还是平民 那么身份上都是 那个政府的平民 政府的人民 那么这样一种关系呢 结成了 第三个情况呢 它是主权国家 所谓主权国家呢 就是上面呢 没有那个可以左右 它的国际势力 像那个一统天下的 罗马教廷啊 下面呢 没有可以和它 分庭抗理的贵族社会 贵族 贵族的分裂势力 那么这样一种呢 可以算是 一个国家呢 就代表 所有的民族的 所以我们把它 叫做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 当然还有个含义 就是爱国主义 高潮兴起 那么第四个情况呢 近代国家呢 它是建立在 那个工商业经济的 那个发展基础上的 我们并不是说 统一了 就是近代国家 近代国家很重要一点呢 它也代表近代工商业发展的 那么除此呢 它的国家制度呢 比较完善 比如说 它有分部门的官僚啊 它有那个财政部 税收部 管军事的 还有管经济的 还有管文化的 管教育的 这样一些部门 然后里面工作的那些人呢 应该是拿政府工资的 那样一些官僚 而不再是一种私家政治 比如说呢 是领主附庸政治 那么所有这些呢 都看出呢 政治的转变呢 和中世纪的政治呢 有所不同 那么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有了以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的文艺复兴运动 我们看看文艺复兴运动呢 过去呢 都被它被大家呢 说成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运动 但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研究呢 看到文艺复兴运动呢 其实也是一场政治运动 那么它里面呢 凝聚了一些重要的 一些政治思想的发展 比如我们谈到了 那个马基亚威里 我们肯定知道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比如我们谈到英国的 那个托马斯莫尔 因为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乌托邦 我们也认为他是个政治家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课呢 就是要从那个政治的视野 来考察一下文艺复兴 那么今天这个课 主要要讲些什么呢 主要就想通过探讨 文艺复兴时期 那个人文主义者 政治思想的变化 那么来折射出 不同时期公民参政的 一些目标和要求 我们还是主要是谈意大利 那么那些 也是哪些人呢 有淡丁 有彼得拉克 有那个布鲁尼 有萨鲁塔迪 有马基亚威里 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 本来就是一些知识精英 但是他们提出一些学说 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 这种政府呢 叫做公民的自由共和国 那么 那这种国家呢 是能够充分反映民意的 那么这样一种新的政府的建立呢 可以说是在弗洛伦上呢 获得了它的最充分的形式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介绍一下 学术的动态 我们说呢 从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候呢 市民结起和皇权结盟 来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 是一个通常的途径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啊 一个是工商业繁荣 和市民阶级强大 这在其他地方呢 都是不可比拟的 因为其他地方呢 都是农业国家 主要是农民强大 但是在意大利是搞工商业的 对市民阶级特别强大 第二个情况 就是在英国和法国啊 它有一个核心 就是皇权 皇权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 但是意大利呢 它是各种不同的城邦 到处淋漓 它呢缺乏一个 统一整个意大利的 这样一种皇权 第三个意大利的特点呢 就是在城邦里掌权的那些人 他们并不是封建贵族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一些 大双人 大银行家 大金融家 他们信心显贵 说穿了呢 就是在意大利封建的关系 比较薄弱 在城里掌权的那些人呢 是大资产阶级 因此呢 所谓市民参政的作用呢 在意大利就表现得特别的突出 什么叫参政呢 就是参与政治 我们知道呢 并不是说 在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在运作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参与政治的 那么参与政治的人数 他们对于政府决策的决定权 拥有多少的决策权 这些呢 都是我们谈公民是如何进行参与政治的 一种衡量标准 那么在古代的社会呢 可能叫做天下的所有东西呢 都是属于那个国王的 那个时候呢 有种加天下的倾向 那么现代社会呢 应该是个民主的政治 那么在民主政治里面呢 当然那个公民参政呢 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就是在市民阶级里面呢 阶层里面呢 产生出一种 由知识精英组成的 公民阶层 所以市民啊 和公民啊 还是两个概念 公民是什么呢 公民从市民里面 选出来的一些知识精英 他们有声望 有地位 那么这些人呢 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参与政治的 正如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他的名字叫 拉尔夫 达兰多夫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呢 公民是比任何社会人物 都更有活力 那么意大利的公民参政呢 是很有特点的 首先呢 那个公民参政事项里面呢 首先呢 它是代表民意的 因为公民本身 就是人民的一部分 公民参政要求的一些思想呢 是彰显出人民呢 自下而上 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图 这是它的特点啊 另一个特点呢 它是近代的 因为与公民结盟的 并不是封建的君主 而是像美帝家族那样的 城市显贵 也就是和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结盟 第三呢 它是变化的 常常那种公民参政的思想呢 它是根据不同时期 有所变化 有所发展 也就是按照城市显贵 与民众结盟关系的状况 而变化 所以呢 我们研究一下 文艺复兴的 公民参政的思想呢 从知识精英 想把传统的社会权力 传统的权力社会 变为反对 反应民意的 近代国家的意图呢 它是完全一致的 古代的国家 是一个什么国家 是一个权力社会 近代国家 是一个民主社会 所以呢 公民参政的思想呢 是有一条主线的 这条主线呢 就是如何把传统的权力社会 这样变为代表民意的 那样的近代国家 那么对文艺复兴时期 公民思想的研究呢 一般来说呢 是在两种解释体系的 框架下进行的 第一种解释体系呢 是注重了文艺复兴的复兴 两个字 强调公民参政思想 和古代的希腊 古代的罗马制度 之间的联系 那么例如 英国有个学者 他的名字叫 David 赫尔德 这位David赫尔德认为呢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精英啊 他们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推崇 要高过了对雅典 希腊雅典体制的推崇 为什么呢 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 常常是不稳定的 而古罗马的共和政治 却比较稳定 古罗马和古希腊是不同的 因为古罗马形成的政治模式呢 不仅要把自由和美德 结合在一起 而且呢 还要把自由与市民的荣誉 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那个文艺复兴那些人呢 他们更推崇 共和时期的罗马 因为古罗马提供了 这样一种政治观念 他把政治的参与 荣誉和对外的征服 联系在一起 因而呢 可以摧毁君主政体中 形成的如下看法 即国王享有 对其服从者的个人权威 至于国王 才能保证法律 安全和权力的有效实施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 对许多共和国来说呢 自由呢 却是意味着 摆脱暴君的专制权利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公民 通过参与政府管理 公民呢 通过参与政府管理 其公共事务的权利 公民获得一种权利 通过政府 来管理公共事务 那么这个呢 主要就是记得 有个英国的学问家 他的名字叫David Perder 他认为呢 主要是继承了 罗马共和国的 这样一种体制 因此呢 就把文艺复兴的那些 公民参政思想呢 看成是复兴 复兴什么呢 复兴古代 哪个古代呢 古代的罗马共和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